绕进活动现场一片混乱 好几位民众挥着手中荧光棒做事殴打 群众更是不断推起叫嚣 但你来看现场画面 活动主持人员持续安抚情绪 台北市万华区一间公庙举办围棋三天绕进活动 没想到才第一天晚上就爆发冲突 原来当时主教经过西藏路西园路口一处红潭 已经结束参拜准备继绕进时 希望围观民众可以让出一条路 让台教人员通过 结果现场突然爆发推起 接着民众开始叫嚣 有的人还不断挥舞荧光棒 做事殴打 险些引爆 肢体冲突 好在警方及时介入 推起大约三分钟左右就落幕 台教人员也持续绕进 让活动顺利进行